国共内战时,共军战时顺利,全国各地国军投共成封。 据统计,先后约有100多万名官兵向共产党投降。 然而,中共建政仅一年,1950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下达,镇压反革命指示。 大规模处决国民党军政人员从先前投降、投共的,到被俘虏或逃亡的都不放过。 其中,除了倒戈投共的将士,连已经退役返乡多年,早已不参与政治的国民党军公教人员,也难以倖免。 这场镇压反革命行动中,或杀祸官者,保守估计有200到300万人。 另也有数字统计,实际遇害者,多达500万人以上。 如朱自清的儿子朱麦仙,早年追随中共,投身地下党,推翻国民党。 抗战期间,亦因中共指派,集体参加了国军。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,策动贵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,起义成功。 却在镇反运动中,被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,执行枪决。 另外对于部分投降的,国民党高级将领,中共则受以官决后路,以收买人心。 在出其镇反运动中,大多相安无事。 但到文革后,开始受到波及,下场是惨不忍睹。 今天跟大家介绍两位,投共上将的结局。 第一位,黄绍红,广西人。 1914年,保定军官学校毕业,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。 是白崇喜的广西同乡和陆军小学同学。 与李宗人,白崇喜,并称新贵系三巨头。 抗战后,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,上将军衔。 国共内战后,在1949年4月18日,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,团长张志忠,派黄绍红等人,带回中共最后通牒的协议草案,飞抵南京机场。 白崇喜在机场得知协议内容后,当面斥责黄绍红。 这样的投降书,亏你还能够带回来。 当晚,李宗人紧急召集贵系核心人物开会,最后商议定夺,战与和的问题。 黄绍红在会上,极力宣扬鼓吹毛泽东,称,是食物者为俊杰,立足与中共签字议和。 而手握贵军兵权的白崇喜,则坚决反对投降。 但黄绍红,当时被中共在北平的盛情款待,和伪善谎言所欺骗迷惑。 回来后,多次劝说李宗人、白崇喜,应该是食物投共。 后遭到白崇喜斥责后,黄绍红一意孤行。 于1949年底,独自赴香港,北上参加中共政协,被选为中共政协和人大常务委员。 1957年,毛泽东引蛇出洞,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,帮助共产党整风,宣称言者无罪。 黄绍红于是说出心里话,我觉得,过去某些地方,某些工作上,没有通过人民,通过政府,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。 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、主官主义问题。 他表示,光是整风,而不建立法律制度,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。 另外,他还建议人大常委、政协常委专职专业,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。 后因其这一番话,在1957年,黄绍红被打为右派头子,随后公职被免。 文化大革命时,遭到批斗,受到严重冲击。 面对大批判,他两次服安眠药自尽,都被人救回。 在文革中,黄绍红还被抄家,最后家中,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 遭到多次批斗的黄绍红,被整得奄奄一席。 1966年8月31日下午,黄绍红前往李宗人家。 他对旁人说,我不为自己打算,我担心的是德宫,指李宗人。 当日离开李家后,黄绍红在北京以剃刀文锦自尽而亡。 刘友怡书写下,于当年弃国投贡,使令亿万黎民,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于投贡而罪该万死,为国人却无辜以,挤酒全下。 亦无面目见万民。 至于黄绍红和李宗人说了什么,则不得而知。 不过根据当时情况,及他的遗书来分析。 大概就是对李宗人说他投贡的后悔,并劝李宗人小心为上,以免惹火烧身之类的话。 第二位投贡上将,唐生智。 唐生智1889年出生,湖南人。 1912年,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,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。 曾参加北伐出奇的一连串胜利后,国军本可成胜,会施北平,讨伐凤系军阀张作霖,平定东北,提前完成北伐统一大业。 不幸在此期间,唐生智遭到煽动,在湖南湖北起兵叛乱。 国民政府派遣白重席讨伐叛逆,唐生智在大败后,又投降蒋介石,归顺南京国民政府。 至1937年11月,日军进攻南京时,他立主死守,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。 作为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,但是唐生智已离开指挥一线部队多年,且对防守南京的国军部队也不熟悉。 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,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线路。 实则是让中央政府公务员及公文优先撤退。 以至后来南京部分难民皆被阻塞,不能撤离,随即遭日军追击不幸遇害。 12月12日,唐在卫部署撤退的情况下,突然下达弃成命令,自己乘弃艇逃跑。 南京守军失去指挥,发生混乱,第二天南京陷落,随后发生南京的悲剧。 后蒋介石虽然没有处置唐生智,但之后再也没有重用过他。 1949年国共内战时,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,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,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。 与湖南省政府主席、城前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近8万人,叛奖投共,导致白重洗精心策划的华中反共联合防线遭摧毁,最终长沙沦陷。 投共后,唐生智担任中共湖南省副省长、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国防委员会委员、人大和政协、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受到冲击。 据棋子回忆,在文革中,他因拒绝参与揭发曾经的老部下贺龙,而受到关押。 1970年4月6日,在长沙因肠癌复发病逝。 以上可以看出,此二人皆是随波逐流之人。 白重洗晚年也称唐生智,野心甚大,反复无常。 受到中共巧言迷惑,最终下场凄惨,引火上身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非常感谢您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,记得动动你的手指。 感谢你的喜欢。